歡迎觀眾朋友 各位觀眾的新聞的現場 觀眾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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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長在家裡的時候 注意一下 小朋友如果眼睛最近一直在砸 而且有很多複蜜物 就是有複蜜還有很多 黏黏的 那就有可能是紅眼症開始了 那就應該帶到醫院來檢查一下 尤其紅眼症的急性結膜炎症後 往往都要一禮拜以上才能夠完全好 醫師也拿出面子 平衡時 除了要得得洗手 蓋麥做複蜜 出入公共調査 個人衛生也要注意 才會作成紅眼症的大流行 西新新聞 中右邊 王秀三 跟二七 蔡宏博都